歡迎大家繼續收看新聞博覽館精英運動員的分享會 今日分享會的主持是新聞博覽館副主席陳淑薇女士 現在立刻將時間交給美席 好啊 麻煩了Kenny 各位朋友 我們現在開始我們這個精英運動員的分享會 現場我們很多朋友也都多謝大家來到我們現場 就是出席我們今次的分享會 更加多謝網上的朋友一路跟我們一起參加今次的分享會 大家收睇的是香港新聞博覽館舉辦的精英運動員分享會 請來自奧運和陳淑薇人奧運的精英運動員 跟我們分享他們奮鬥的心路歷程 在2020年東京奧運會和陳淑薇人奧運會裏面 今年香港在東奧裏面取得一金二銀三銅的歷離最好成績 而陳淑薇人奧運動會也取得二銀三銅的佳織 首先恭喜各位運動員師 我身邊的就是民政事務局體育專員 楊德強先生 多謝你 也有前香港羽毛球代表隊成員陳念慈女士 念慈現在是我們賽馬會建築騎士學校的校長 待會也會問念慈 怎樣由運動員做到校長呢 我讀了很久的書想做校長沒資格 我們也有幾位精英運動員和我們一起 在念慈旁邊的就是我們婷婷 婷婷大家都認識了 今次在殘奧裏面成績非常好 也是我們香港人的光榮 還有就是俊文 俊文大家都知道 師姐前前前師姐就是念慈了 俊文我們大家都記得鄧謝沛 一會兒也要訪問俊文 還有就是陳總 陳總就是俊宏 俊宏是甚麼 俊就是俊 俊就是俊 我都是姓陳 沒有人叫我做陳總 所以我叫你做陳總 陳總就是大家都知道他很厲害 田徑很厲害 除了陳總之外 還有阿俊 阿俊就是我們的蛙艇好手 首先多謝四位我們的 其實包括念慈應該五位 我們的前後期的精英運動員 多謝大家 大家給點掌聲 多謝我們運動員好不好 好 好了 那我在這裡 我就要首先訪問一下 或者請教一下體育專員 體育專員楊德強先生 剛才在我們的開幕禮致致 都說政府是會想盡辦法來支持 我們的體育活動的 那我想問一下你 對於我們今屆香港精英運動員 在這個奧運裡面取得佳積 你的感受是甚麼 當然非常高興 特別是我有很多的比賽學目 我都是現場在東京看到的 確實就很緊張很精彩 也都見到我們運動員的表現 是非常之好 那無論有沒有獎牌 其實他們都是值得我們給他們很多掌聲 那所以呢 對於他們今次的成績 其實是很多人的努力得回來的 包括是運動員 教練 以至到我們很多專業團隊 包括譬如體能教練 物理治療 按摩師 心理輔導 以至到營養 各方面其實有很多人去支持他們 那也都不僅是這一代的運動員和教練 其實是之前很多人打了很多基礎 譬如好像Amy 陳念慈那樣 他們很多年的努力 而是影響了下一輩 也都累積了很多經驗 給我們現在這一輩的運動員和教練 才可以有今天這樣的成就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值得大家高興的 但我又想問你會全力支持我們的運動員 我都很想問專員 其實支持幾方面 你剛才都提過了 政府的貝款 就做多些體育的設施 但是譬如說對我們運動員來說 實質在政策上 除了在硬件上 軟件上都會做 但是譬如我們往日 很多人都說運動員很辛苦 但他的前景是怎樣 大家有這個疑慮 當他們譬如說比賽 若干年後可能體力不計 那他們往後又可以為他們 剃造一些什麼前景呢 我們對於運動員的支援 近年是改善了很多的 在很多方面其實都有照顧到 包括就是退役之後的出路 現在來說 我們是有很多的措施 去支持我們運動員 我們所謂的雙軌發展 就是說其實他們 譬如以往來說 我跟Amy那一輩 我們打球 很多時候都會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選擇讀書 還是選擇打球呢 但是到了現在這一輩的運動員 他的選擇是多很多的 去到十六七歲 十七八歲的時間 其實他可以選擇 暫時停了學業 全職做運動員去訓練 這個是一個選擇 但是同時 也都有很多運動員去選擇 就是既一邊讀書 一邊做全職訓練的運動員 在這方面 我們既有獎學金 去支持他去繼續學業 也都有個津貼給他去做運動員 而更加重要的就是 我們跟很多大學和中學 都有一個合作的關係 學校方面和老師方面 都會想一下 如何協助運動員 去完成學業 因為他們可能平時都需要訓練 以及要室外比賽 那未必好像可以一般學生那樣 去上課或者考試去交功課 現在很多時候就有所謂的彈性安排 令到他們可以把學習的年期拉長 不一定四年就完成了一個大學的學位 可以拉長 比如六年或一百年的時間去讀完學位 這樣的話他們彈性多了很多 其實他們做運動員期間 也都可以拿到一個學歷或者一個資格 變成了令到他們日後 如果是選擇退役的時間 那個選擇都會多很多 不是說一定 好像以前那樣 我一定要在體育行業 而是在其他行業 其實都有一個發展的空間 我們都見到很多運動員 在退役之後 在其他方面的發展都是非常成功的 所以現在做運動員的出路 比以前是闊很多的 剛才博會主席Philip都提過 就是希望我們香港全民運動 那作為體育專員 怎樣可以推動我們全香港市民 健康生活 將我們的體能 全民的體能向前發展 不要那麼多三高 或者那麼多肥貫 體育補及化是我們其中一個 很重要的工作 我們在政府的角度 當然一方面都是在資源方面投入 會搞多些不同的活動 讓我們運動員可以參與 第二方面也在硬件方面 做多些場地設施 令到大家可以多些運動的設施 可以用得到 另外一件事其實很重要 就是運動的風氣 譬如說 現在來說 我們也有個擔心 就是年輕一代 很多時候都是會 經常掛念用電腦 用手機 而少了一些活動的時間 以致到近年紀裡面 疫情其實都令到 有一些 無論什麼年紀都會 可能是年輕人 會少了出去做一些體育運動的 那這些方面呢 其實我覺得呢 除了政府之外 我們一定也都希望呢 集合我們社會不同界別的力量 大家一起去鼓勵我們的年輕人 或者不同年紀的人 都是多些去做運動 那特別是說 在希望疫情穩定了之後 現在的場地開了 我們的學生也都開始復課了 那回到學校之後呢 都多些去做運動 令到身體是可以好一點 還有呢 其實身心發展很重要的 都不是說 一定說 我希望儘快追回一些功課 而是呢 亦都希望抽回多些時間 是可以做運動 那這個呢 就是可以做到真正的補給化 好 多謝專員的 另外我也想問一下Amy 念慈 念慈就前香港羽毛球代表隊的成員 現在就是賽馬會建築騎士學校校長 想問問念慈 其實你不再拿著羽毛球棚 在球場上表現你的風采的時候 已經曾經在70年代80年代 叱測香港羽毛球壇的 那亦都是曾經創下 連續九屆上了全港羽毛球賽 女單後座的輝煌的紀錄 那念慈和陳志才在1988年首次代表香港 就割在漢城奧運 就是踏上這個頒獎台 那麼羽毛球當時來說 就是列為一個示範項目的 那就設有五個賽行 九個國家或者地區 一共30個運動員去參加 最終雙塵 其實我姓陳都好像今天都挺厲害的 雙塵就在運商項目就拿了一面同學 從運動員現在做了這個賽馬會建築騎士學校校長 那個過程是怎樣呢 究竟你做一個運動員 究竟你將來可以做些甚麼 我記得老師跟我說 他說你做運動員 你將來可能真的沒有飯吃 不過幸好我的父母 或者是我自己本身是真的有一個信念 就覺得我自己真的很想做那件事 我想試一下真的行不行 當然我當時也有繼續讀師範 一直在讀書 一直要去做運動員 在那個年代來說 都是很奢侈的事 但是因為我當時13歲就開始香港冠軍 所以在那個年代來說 有一幫人就說 你好像在羽毛球打得很好 但是另一幫人就扯著 你就說不行 你繼續做運動員一定是不行的 雖然在中間平衡方面 我其實很明白 那種心態是應該要怎樣做 所以現在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在整個過程之中 我是最大的贏家 真的賺了很多東西 賺了個身體 賺了幾十年沒有近似 最近開始可能有少許老化 之外我覺得賺了一些比較開朗的性格 其實念詞就真的很努力 因為念詞 以前我們看念詞的羽毛球 我就最記得念詞 因為念詞說 三十幾年好像很久 其實我入行四十幾年了 更久 那問題就是 念詞過去就除了一邊做完羽毛球的運動員 之後又去讀師範 然後又去外國讀書 於是回來就可以做校長 我想說你以過來人的身份 怎樣跟我們這些運動員說呢 過程是辛苦 但是你都好像你說得著 身體又健康 個人又開朗 很開心 我見真的你都笑的 那你怎樣培養到 你自己現在的開朗性格 你怎樣可以告訴我們這些運動員呢 凡事都是兩面看 所以我們看負面那方面 其實可以放得很大 但其實我就將正面那方面 就是怎樣去好好享受過程 因為其實你的時間都是花了 我現在正在訓練建習騎士 其實跟精英運動員都沒有分別 在他的過程之中 其實他24小時都在我身上 其實他戳完禁扁 所有事都是關我的事 所以以前其實我是開一個運動員事務 或在體院 其實都是照顧運動員 在過程之中 我其實就很明白 作為一個運動員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的需要 所以當時我就去膽粗粗的拍門 香港大學 希望可以有第一個掌握金目的運動員 在過程之中 其實父母很特別的 只是需要他們在大學畢業 他們很安心 原來他們入了大學就很安心 我其實就是用這個策略 就是希望可以固定運動員 繼續可以做一個運動員 因為當時有很多中學的運動員 他們成績非常之好 但是不過做到真的要選擇 繼續不繼續升學的時候 我突然間沒有了體院運動員 所以我們要開一個部門 叫做運動員事務部 希望可以在各方面幫到運動員 現在我發覺開花結果 有很多運動員 你見到他們 其實李維斯讀了兩個Master 有很多運動員 其實現在又是大公司的總裁 我們有些神經外科的醫生 有architect 各種不同的運動員 有很多很厲害的 在社會之中扮演很多不同的角色 其實運動員最重要的是 他們所有的Qualities 你看我們坐在那裡 腰背挺直 沒有肚腩 是不是剛才你那些三高四高 其實他們是最高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你會感覺到 其實我們賺的東西 其實非常多 因為其實我們營養 在身體的能力各方面 其實是比其他如果真的不做運動的人 是欠學員 其實他有那個Qualities 他能夠克服 又可以內勞 又可以早起床 又可以知道 如果我有目標的話 我無論怎樣都好 我都是依循規則 我拼 一定去打拼 所以你看到 在電視機旁邊 這次就很感謝專員他們 可以拿到那個轉播權回來 其實他們進了房子之後 其實很多人都很感染到 而且就令到很多人都感覺上 原來我們可以這樣做到 而香港運動員又更加可以做到 其實很感動的 我真的自己覺得很開心 每天都 其實很多 你看到鄧俊文的機場幫我 其實全部都哭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自己帶了進去他那裡 我又帶了進去謝英雪那裡 所以其實在過程之中 三十多年前好像很久的事 但是如同作也一樣 真的 三十多年前的事 其實很多事情都溺溺在目的 專員就是 Amy剛才說 今次政府拿了奧運轉播權 大家拿回來香港電視台 播放 大家很開心 在這裡我也要感謝我們的傳媒朋友 國大電視台 以致政府 給我們現在在這個展覽館裡面 可以看到 所有今屆奧運裡面 那些精彩片段 我們可以看到的 大家也可以歡迎大家 來到我們新聞報案館看的 國大電視台 我們都非常感激大家 也都很多謝我們的傳媒朋友 國大報章 提供很多精彩的報導 就是我們所說的鄧謝沛 那兩個人連接在這個泰國黃金賽 中華台北 那些格蘭披治賽 香港公開賽 和澳門黃金站賽裡面 都是登上這個頒獎台的 那鄧謝沛在丹麥公開賽 就在2017年的時候 也都贏得合作以來 首個超級系列賽冠軍寶藏 那一連串的好成績 使得兩個人現在 在世界上的排名 就創了新高的 在2018年6月就升上第二位了 隨後就在這個勢錦賽奪統 並且在亞加達的亞運 取得港隊運商手面銀牌 那兩個人運商世界排名 最終就被鄧俊文 就個人首度出戰今屆的奧運 殺入四強 雖然在同排賽的時候 輸了給有主場之利的日本 其實在我們心目中沒有輸的 主場之利他是日本 所以根本就沒有輸 是贏得我們香港人的贊賞的 大家鼓掌 那俊文想問你 為什麼選擇做運動員呢 其實我小時候 已經是一個 坐不定的人 我很喜歡做運動 什麼運動我都會去玩的 而且小時候看電視 其實除了看卡通片 我就是看很多不同運動的比賽 小時候就很希望有一天 可以站在電視機上打比賽的感覺 那我就到了十六七歲的時候 我就選擇了投身這個全職運動 因為希望可以打得更加好的成績 而且在運動條路方面 所以我那時候就選擇了全職運動 你選擇全職運動員 其實在這個羽毛球場上 你覺得自己得著了什麼呢 在羽毛球場上 那當然當然可以 因為羽毛球是一個可能 比較變化會比較多的運動 可能會令我們轉數要快一點 可能因為 球與球之間 可能只有零點幾秒的時間 讓我們去思考 所以可能會令我們 會比較靈敏一點的想法方面 還有可能我們會有 好像師姐說 我們會有一個更加強 比較好的身體 還有我覺得 尤其是我是打傷打的人 我覺得在羽毛球方面 我可以學到跟我拍檔溝通方面 可以令到我溝通方面會更加好 因為我們一定有打得不好 或者挫敗的時候 我們一個良好的溝通是很重要的 其實有兩個人打傷打 真是溝通很重要的 你說同一時下呢 如果你是在家裡 自己家人 特別是兩夫婦的溝通都很重要的 要不然會一天吵架的 那你和你的拍檔 鄭英說的時候 會不會有時候都吵架的 真的吵架也真的沒有 因為我們其實 大家都是目標很一致 想我們的成績更加好 通常我們都會很理性地坐下 所以就這樣說出大家 可能在訓練當中 或者比賽完 有些甚麼做得不好 那我們就會去改善 其實溝通會員會不會 承擔責任都很重要 我們有時現在呢 在社會上 看到很多人呢 做得不好啊 輸了啊 或者自己做得不好 就姓賴的 當然是別人的 自己永遠最好 別人最壞都是你 你會不會的 那我又不會的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尤其是雙打兩個人 雖然有時打得不好 但是我覺得很重要的事 一定要想到自己的問題 不可以想是否對方打得不好 令到我發揮得不好 要想到自己是甚麼問題 令到自己更加發揮得好 實力更加強 就算旁邊的拍檔 因為我覺得運動 比賽當時 總有狀態好 和狀態不好的時候 當你自己練得更加好 那你拍檔發揮得不好的時候 你可以去互補長短 這樣是最重要的 好 俊文這句說話令我非常感動 說給我們社會上其他界別的精英聽 千萬不要盛賴 檢討自己 非常重要 鼓掌讚一下俊文 好 多謝俊文 我們今屆裏面 亦都是有乒乓球的運動員 黃婷婷 婷婷就是在這個殘奧裏面 女子乒乓球 TT11級別的單打得到銅牌 恭喜你婷婷 婷婷其實就是小孫年紀 十七歲 在世界排名第四 婷婷在東京2020年 剛才說過 奧運女子乒乓球 TT11級別單打銅牌 婷婷很小時候 其實已經有運動的天賦 上學的時候 婷婷開始接觸乒乓球 原來十幾年很刻苦訓練 其實風雨無阻 剛才Amy說過 運動員要很早起床 你是不是每天都很早起床 通常我們的訓練都是下午 下午 下午 那也挺好的 下午 那你就習慣了 但是是否辛苦 參加訓練 會 會辛苦 雖然下午 但會有晚上 比較晚回家 那又想問一下婷婷 婷婷就是 開始的時候 小時候已經代表學校參加了很多比賽 每次都得到很好的成績 後來又代表香港參加了國內世界的大賽 婷婷就是在世界錦表賽2019年 女子丹打得到銀牌 那今次在奧運裡得到這個銅牌 你的感受是怎樣 還有呢 其實之前我都想著可能出線那裡 小組賽可以出到線 但是現在真的拿到牌 但是感覺不太真實 其實你真的拿到牌 本身盡力打好一點 把平時練習到的東西發揮出來 就沒有想過一定要拿牌的那種心態 其實婷婷很謙虛的 真的拿了牌都說好像不是 但是她說了一個道理給我們聽 就是你什麼都盡力而為 做到最好 其實拿不拿到牌不要緊 最重要的是那份體育精神 那我就想問婷婷 訓練的過程其實辛苦不辛苦呢 雖然你也是下午才訓練 辛苦的 辛苦的 當中 當中 有些 就是位置 不是做得很好 那麼 教練就會告訴你 可能 他 一些位置 他 會比較嚴厲 就 覺得有些 就是 有些事情是做不到的 就可能會告訴你 不斷地重複 就 覺得有些 不是很 掌握到 就 當中 比較累 就是這方面 但也不怕 雖然教練有時比較嚴厲 但我們也聽過嚴師出高圖 所以問一下Amy 你做校長是否嚴厲的 我好人 你好人 哈哈 那在訓練的過程裏面 有時都會覺得辛苦 都是年輕人 十多歲 會不會有時想偷懶的 會啊 會啊 但又不敢啊 因為那個教練惡 是吧 小 就是比較小 就會 現在就 可能 有 可能拿到那塊牌 就令到更加 那個目標更加明確 就知道自己 不要再這麼 冷散 那種心態 即是要跟著 要勤力一點 是吧 其實呢 有時真的很辛苦 你怎麼可以令到自己 繼續堅持訓練 是不是這次拿完牌之後 令到你自己 一定要繼續努力下去 那塊牌 就是給到信心 令到我的目標更加明確 那你覺得做運動員 有什麼得著呢 對你自己個人來說 嗯 就是有動力 去減肥 哈哈哈哈 好的 阿婷婷真的好 令到我非常感動 而且呢 就是他又 他就是講出 做運動員 那些很真實 但是也都很謙虛的 多謝你婷婷 好了 現在我要 再一次鼓掌 多謝婷婷 我又想請問 跨欄運動員 陳仲宏 阿仲宏 陳總 我叫你陳總 你小時候 其實你喜歡 田徑多些 還是踢球多些 踢球 踢球 為什麼那時候 喜歡踢球呢 因為我喜歡阿仙奈 哈哈 那現在呢 其實 踢球我覺得 和田徑是 物不可分的 因為田徑其實跑步 其實是很多運動的 開始 就是可能 羽毛球 或者足球 籃球 其實都是由跑步開始 做一個基本的動作 那你問我 其實 我是喜歡踢球 但是 為什麼我會最後 踏上了田徑運動員這條路呢 那其實我記得是 一開始 跑得 不是跨欄的 那是跑400米 那就試下試下 那怎麼知道 一個 一個暑假 那我忽然就高過了 那些同學 那就 那個學期就真的 就是 見到有同學 就開始練跨欄 那我又要想 陸運會 怎樣跑 跑什麼項目好 那就知道跨欄 不是很多人跑 那我又好像 比其他同學高 那有少許優勢 那就開始了跨欄 那時候開始 中學時期就接觸跨欄 但是你讀完大專畢業之後 去了做配樂員的 你不是說 立刻就是做全職運動員的 那你做配樂員的時候 但是你又喜歡田徑 下班之後 就很遠 從元朗踏車到灣仔 就跟教練來訓練 其實很辛苦的 這個這麼辛苦的階段 你怎樣令到自己可以堅持 我留一把長頭髮 留一把長頭髮就可以堅持 因為其實 糟了 我這麼短頭髮 我就是要留長頭髮 我可以轉咪嗎 因為很大會音 是 謝謝 不好意思 喂喂喂 可以嗎 我給你一次 要按一下 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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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我們同事把那個音 調較低一點 謝謝 好 喂喂喂 OK OK 其實我是 抱歉 抱歉 剛才問到便 我說要做長頭髮 我說長頭髮 所以令你堅持 為什麼 因為我 那時候上班 大專畢業之後 其實我是留長頭髮去看醒自己 每天都叫自己不要放棄 因為其實留長頭髮最難 就是他的耳朵這些位 又 摘不起頭 但是 又摘不到上去 那其實 那 那 這把頭髮是令我 決定去堅持 那 是啊 那我每天起床 可能查 或者看著那把頭髮 就會提醒 我其實 我都是 這把頭髮 都是陪著我的 全面生涯去成長的 那 所以我希望 是用這把頭髮去提醒自己 繼續堅持下去 其實你現在經過努力 已經是成為 本港來說 我的水平是數一數二的 跨欄運動員 那 在2015年的時候 就首次打破 110米蘭香港的紀錄 那 也都是提升了你的表現 去到2018年 阿加達的亞運會參加的資格 那 看到就是 你在2017年 就不再做這個配樂員了 回到校園 在香港浸會大學 修讀這個體育及康樂管理 師弟來的 你是我 是啊 不過我是 師姐 沒有你那份堅持 回到浸會大學 讀這個體育及康樂管理 為什麼會 不做配樂員 其實都是一個專業來的 又要回到學校那裡讀書 那 我記得是2016年的 其中一天上班 那我就 真的 有個念頭 就是 上班之前 那段時間 其實教練都覺得 我應該再投放多少時間 在跑步方面 可能會有一個新的突破 那 所以其實2016年年尾 都差不多留意一下 會不會有 有機會進修自己 那 在練習的過程裏面 都可以保持自己 在學生方面都進步 那 那 那 很慶幸的是 就是 浸會大學 是有運動員計劃 收了我 那 會給我一個機會 我 更加可以專心去到練跑 那 就 就 不需要說 因為上班 那 腳 其實 就不需要這麼累 那麼多小時間 休息 訓練的質素都高 那 事實上看到你在2018年 在這個 跑 持續不斷跑 跑出好的成績 很多次打破了香港紀錄 那 在19年 周田敬大賽又拿到銅牌 那 2020年我們疫情 令到我們很多比賽都取消了 奧運也是要延期舉行的 那 雖然 本地賽事在2021年重開 你當時又因為 有些傷患 那就不能夠全程去發揮 但是呢 就是 田徑總會最終都決定 將東奧外卡 就給你 現在30歲 但是都是很年輕的 我看來你都是小朋友 對我來說 那 你是本地的難忘 那 亦都是 你今次成為第一個 出戰奧運 跨欄賽事的香港 男子運動員 那 最終以14點23秒 就明列小組第8名 雖然就是 說 都不入到 三甲 但是其實 你在我們的心目中 是經過努力奮鬥呢 其實都是很多年輕人的榜樣 由配樂員 然後又繼續堅持 做田徑運動員 跨欄 然後又去大學裏面 再讀多一個學位 其實 在 比賽成績有起有跌的 很多時候 訓練都很艱辛的 你自己作為 現在運動員 你自己覺得有什麼得著 還有你會怎樣跟我們年輕的朋友說 其實我覺得 訓練裏面 是學到很多東西 我們首先要學到 怎樣跟不同團隊溝通 例如 教練 體能教練 去講回自己的 身體的狀況 方便他們會安排一些訓練 或者一些 rehab的exercise 給我們 其實我在田徑裡面 學到的是很多 例如 時間管理方面 我怎樣去到 兼顧田徑 和學業方面 還有 我覺得最大得著 是 怎樣去到 面對失敗 因為其實 每個人都有 順風 或者逆境 的時候 我覺得 其實 我們面對失敗的時候 有時候 是 要勇於去面對 其實 我們可以視失敗 為一個 上一堂 其實那個失敗 其實 不要放到那麼大 其實只是一個過程 我覺得 針對著自己的失敗 其實要檢討 看看自己 有些 什麼地方 未做好 再去改善 那就會 慢慢開始 重返正軌 多謝陳總 失敗乃成功之無 給了我們那些 有些經常說自己厲害的人 一個很好檢討 不要只懂得認厲害 應該檢討自己有什麼不足 如果失敗了不要緊 從頭再來過 檢討失敗 你才是成功 一日懂得認厲害 你一定失敗 多謝你 陳總 好了 我們來到 趙顯樽 阿樽 你是這個賽艇運動員 原本你是玩滑浪風帆的 為什麼後來又試試去挖艇 那時候我玩滑浪風帆呢 其實我也做了八年的滑浪風帆運動員 那時候我們訓練都有陸上的訓練 包括室內賽艇機 我當時覺得我自己的賽艇成績 即那個機的成績都比較出眾 所以我就覺得 我對這個運動也挺有潛質 那不如就去試試真的下水 那我就試了之後就發覺 原來我都真的有些潛質 那我就繼續下去 那其實我在2013年才 剛剛接觸這個運動 那我 途中呢 我的教練都一直叫我 阿樽你快點轉全職運動員 那我那時候就讀書的 那我讀完書 那時候讀高級文憑 那畢業之後呢 就轉全職 試試我的潛能可以發揮到幾大 那我也想問阿樽 後來你參加了體院的潛能發展計劃 是怎樣進去體院 體院又給了些什麼 你怎樣可以發掘到這個潛能呢 那時候的潛能發展計劃 是在我們中學學界那時候 賽艇那些教練下來看我們 哪個運動員有潛質 或者他們的成績有多好 那我很記得那時候的教練 是嫌我比較年紀大的 那時候十九歲左右 因為他們想找一些比較小的運動員 就是可能是初中啊 或者剛剛高中方科那些 但是我已經十九歲了 都已經是超出了他們的青年組 那所以他們都是覺得我 都是進來玩玩一下而已 那我就不是很喜歡這個心態 因為我是對每一件事都很認真 很想贏的 所以我就進來很想表現到自己 那我進來體育學院之後呢 其實我在滑浪風帆的時候 對體育學院已經很熟悉了 那其實我進來都是好像回家一樣 只是轉了第二間房間 那體育學院都給了很多支援我 那例如有物理治療 有健身的教練給我們 那這個我一直都用開 所以我對他們的認識都不陌生 那我也想跟體育學院講 或者跟我們的校長講 不要在看著那些年輕人 就認為他們真的 你玩一下而已 你都不認真的 其實很多年輕人很認真的 可能認真過我們這些老人家 我跟你說我是老人家 不是的 這麼年輕美女 我今晚很開心 竟然有人這樣跟我說 你不要搞到我今晚睡不著覺才行 我明天還要上班 好了又想再請問阿樽 你就2015年轉做全職運動員 2018年代表香港出戰在印尼巨港舉行的 亞運的蛙艇比賽 就拿到這個銀牌 那當時是否很開心 當時其實不開心 因為我的目標是金牌 那時候我可能第二次參加大型的運動會 我第一次是2016年參加利若奧運會 第二次參加大型運動會 而很有機會拿到獎牌 那時候我是很緊張 個人 那在比賽的時候 一開始我都 是有少少迷失 或者是不敢去得太盡 因為我們蛙艇是比賽二千米的距離 那如果一開始去得太盡的話 那之後沒有力 就可能連獎牌都會丟失 那我過了比賽的一千米一半之後 那我才開始追回我的對手 但是到最後我都是輸 秒幾給個南韓的對手 所以得到第二就有些不開心 其實我的能力是可以足夠拿金牌 那時候 但是你經一事再一次 經過那一次之後 可能是對你自己作為運動員的生涯 裡面有很多其他的得著 但是今年五月的時候 在東京海之心水上競技場 你就出戰亞洲和大洋洲的資格賽 爭奪東京奧運的入場卷 你和王偉俊就成功打入男子 輕量級雙人雙獎的蛙艇決賽 可惜最終就排行第五 就不能夠前三名拿到奧運入場 但是其實雖然是這樣 但是你這一種的鬥志 我覺得不是每次都會自己贏的 但是你經歷過你努力過 也都是值得我們讚賞的 是不是 謝謝 那我想問 做全職運動員是否很辛苦 那我和阿婷婷不同 她就下午和晚上練習 我就神那麼早地練習 神那麼早到幾點? 神那麼早我們最近最早是五點半 要練習第一個 session 我們可能五點鐘要起床 準備自己個人 有些梳洗 拉筋熱身 這樣才準備我們第一個練習的課 是的 但是年輕人很多時候 我們看到很多年輕人 一時打遊戲 一時又和朋友 要出去睡覺一下 這樣你就沒有了 晚上要睡覺 那作為運動員這個職業 那自己的紀律和治律是很重要的 那所以我這些出去社交的事情 已經很久沒有了 是的 那有時候是否想去的 我平時都會很早睡覺 所以跟他們已經說 他們會理解我 如果是我的朋友 那他們都覺得 你作為一個運動員 那你的目標就是 要去努力練習 而拿好些成績 那所以他們都會體諒我 可能 我真的好想出去的時候 那他們會就我在日間的時候 可能吃個lunch就算了 就是一個小小的短序 其實可能吃lunch 比吃晚餐 lunch你吃多些 然後有幾個小時 吃完晚餐很快睡覺 很快睡覺會是怎樣呢 問一下 吃完東西馬上睡覺會是怎樣的 體育專員 大家聽聽婷婷剛才說的那句 做多些運動也要減肥 Amy呢 你做校長是不是很嚴格 要大家五點起床 我的學生三點半起床 早上 是晨操 所以是很早的 那幾點睡覺 他們八點幾九點就要睡覺 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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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不會睡覺 她的電話也是我收了 你收嗎 收了他們的電話 那不要 因為他們幾個人一起睡 幾個人在一間房間 如果一個人自律不好的話 很危險 所以他們明白的 其實很明白的 把電話交出來給我 其實做運動員真的要很刻苦 特別每個人都是很年輕的 那是要很自律的 所以現在在座幾位年輕的朋友 我真的對你們致敬 我這個人 經常晚上不睡覺 晚上不睡覺 真的睡得不多 所以身體一定不夠你們那麼好 Amy已經跟我說幾次了 我收到美姐的短訊很害怕 凌晨2點 我第二天起床見到的時候 我就很害怕 很擔心 其實我們什麼是健康的生活 Amy 其實我想 你見到運動員 已經整個臉都出來了給你看 就是很健康 還有他們很好笑 對 很開心 其實做運動真的有一種效果 所以大家現在不像 就是never too late 現在開始做運動 一樣都可以增強你的體魄 志強不息 真的真的也會是一種 剛才阿俊就說 初頭19歲他們說 嚴懸他 喂19歲 你行不行 你還是來玩玩玩玩 你現在年紀大了 我想問一下體育專員 其實做運動 下19歲還不能做的 好像我這樣 其實幾多歲都需要做運動的 因為運動其實對不同年紀 不同能力的人都需要的 大家各識其識 量力而為 做不同的運動 那就最好了 那政府未來會不會有設施 給老人家又可以做運動 年輕朋友可以做運動 小朋友可以做運動 中年人士又可以做運動呢 一定會的 這個都是我們做普及化的目的 所以不同能力不同年紀 所有人我們都歡迎的 希望大家都多些做運動 那譬如說政府很多的設施 會不會都改進 加強多些 令到譬如有時候我看到那些人 訂場打什麼球 或者游泳 或者什麼都要排大隊的 現在疫情就不說了 疫情之後會不會有些改善 我們一直都在追 所以我們近年多了很多 新的運動設施的項目 在這幾年裡 其實我們都不停地去立法會拿錢 開展了很多新的項目 現在有些已經陸續落成 我們希望 接下來是更加多的新的設施 可以讓大家去享用 我還有一位 我們今天在現場的精英運動員 請問一下 譬如阿俊 你最想未來的日子 在這個運動員生涯 無論是政府還是社會上 可以有什麼幫助運動員 經過這次2020的奧運會 我發覺很多市民都很喜歡看我們奧運的比賽 雖然我今屆去不了 但是我都希望 可能下年的亞運會在杭州舉辦 在這麼近的地方 我們都可以一直都會有直播 可以追蹤到我們運動員的表演 以及以後未來的比賽 都可以播多一些我們不同的項目的比賽 可能有很多羽毛球 比較熱門的運動都可以播的時候 我可能賽艇這個運動都可以播多一些 聽到專員 我們在場的傳媒朋友 特別電視台都是政府可以辦多一些 就不用比其他人賺這麼多 政府支持多一些 那麼陳總理呢 我希望奧運是過了 但是對運動員支持的熱度都不要減退 還有希望大家多些關注本土的賽事 還有可能就算不是奧運 可能是Asian Champs 一些邀請賽 其實都是值得多些關注 那除了可能我們奧運運動員之外 都可以關注多些Junior的運動員的表現 其實是的 你以前喜歡踢球 我們對足球運動員都應該多些支持他 那好吧 鄧俊文呢 你呢 你想怎樣 希望可以 經過這次奧運之後 可以令到香港的市民 大家更加喜歡運動 好像專員和師姐這樣說 希望可以把運動普及化 因為運動是一個很健康的東西 其實每個人都很需要的 希望接下來可以推廣得更加好 婷婷 你有什麼希望 雖然今次奧運燦路也有電視直播 很希望下屆也繼續有新聞 電視台去支持直播 見到運動員發揮自己實力的一面 錫索有直播 我們可以全程看到很多運動的比賽 亦都帶給香港市民大莊 真的很開心 有個熱潮在那裡 那專員未來的日子會是怎樣呢 這次呢 談這個奧運轉播權 因為我自己也有參與 那確實呢 都是一個很特別的情況之下 去做這個決定的 但是呢 這次有電視去轉播這個奧運和殘奧 大家都看到那個反應 各方面都覺得是非常之好的 效果非常之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政府在 譬如無論是明年的亞運會 以至到下一屆的奧運 我們都會看那個情況 然後再決定他怎麼做 但是今次這麼好的成績 也都這麼好的效果 一定會參考今次的情況 希望我們未來呢 就是能夠呢 能夠呢 就 反正運動比賽呢 大家都齊齊參與 支持我們的運動員 但我也想請教Amy 作為呢 這個 校長 我想問呢 我們怎樣可以培養到 我們的運動員 體育精神 而這個體育精神 不是只是運動員 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有的 就是你無論參加比賽也好 你做一件事也好 如果你有份體育精神 你不是想著只是贏人的 你是真的有份體育精神的 那你就可以堅持做整件事 我想正正就是這樣 我們經常都跟專員 和教育局 我們希望真的 由學校開始 現在就很可憐的 其實有時候的體育課 都是很零碎 令到真的在學校 要培養了一種體育的氣氛 其實很困難 其實我們體育的 其中這件事 其實是得自體群尾 其中一種很重要的環節 每個小朋友都要放電 每個小朋友都要有一個環節 是一個訓練 體育訓練其實是很標準 因為大家一定要有個遊戲規則 小朋友很清楚 遊戲規則定了之後 怎樣去進步 其實是一個最好的做法 所以我希望以後學校 真的從幼稚園開始 每一天都應該有一個一小時 起碼的一個真正的運動項目 給他們去增強 就是他們身體 我想阿專員現在開始 和教育局都在做很多事情 都希望可以在一個教育中 從那裡開始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學校的課程 趕著考DSE 趕著考試 取消運動 體育課 體育課就用來補課 是很糟糕的 現在會不會是不行的 還是還是會有什麼情況 阿專員 其實呢 其實呢 據我所知 教育局是有規定 最低的體育課的時數的 但是呢 去到個別學校 都確實是有一些 是不達標的情況 那我們希望 譬如透過大家 這次對於運動的重視 以至到大家體驗到 體育運動的價值 學校和各個 校長好、老師好 大家都 給多些運動的時間 給我們的年輕一代 體育課其實是必須的 亦都是我們 其實是教育的 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不要說 有需要補課 或者其他的問題 就把體育課 拿出來做別的事情 都給我們的青少年 是多些體育運動的時間 這個是很重要的 想問Amy呢 這個體育精神 和是令到我們的運動員也好 我們同學也好 是培養到這個心態 會是怎麼樣的 其實你看到現在 很多精神健康的問題 其實在整個小朋友的成長 很需要很多朋友 其實通過很多運動項目 其實你看到 大家的成長 是一起去發展的 踢足球 踢完球 然後大家都是朋友 可能在場上 大家爭奪得很厲害 但是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會培養到小朋友 就是輸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贏 贏的時候 也不要太驕傲 所以整個過程來說 其實對於小朋友的成長 是很重要的一環節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都看到 有一段期間 很多金玻璃 六對一的情況 整個家人 看到小朋友出汗 都拿著 或是拿著毛巾 怕牠會摺傷 或其他東西 其實牠要跌 就由牠跌 小朋友的成長過程之中 一定要有跌 所以我希望家長 要放手 Let go 讓牠們可以 成長的時候 相對知道 其實牠應該也有機會受傷 早一點受傷 可能以後可以 走的路 會更加小心 可以知道 什麼叫做錯 跌倒不重要 最重要能夠懂得起身 我們有朋友在網上 就看了我們這個直播 他就說 他很想問一下運動員 想跟他們說 就說很感謝運動員 但他又想問一下 在運動員的生涯裏面 他想問幾位運動員 心情是怎樣 和你們最想多謝誰 由陳總開始 你最想多謝誰 又聲 我最想多謝教練 因為他小朋友都出生了兩年 都差不多兩歲多 但是他都毫無怨言地看我去訓練 還有跟我一起飛去東京 看我怎樣準備 練習 或者 在我的心情上 幫我做一些 counseling 這樣 其實 沒有他的話 我想不到怎樣過下去 如果那一刻是東京 因為 個人是會徬徨的 可能 有時候訓練得不好 但是 他都很快給我信心 告訴我 我們現在在這個場面 有這個狀況是合理的 那就 定定定 給我 阿俊呢 我 有聲 有聲 OK 我最想多謝家人 因為其實 嗯 本身家裡又不是十分 很富有的家 但是 都 但是 都很 很無條件地 支持我去做這個 運動員的職業 可能很多人都說運動員 其實 真的 真的 不是很賺到吃 或者 很大壓力 這樣 他們是 盡量 將所有 家裡的壓力 他們都 盡量 不會被 倒在我的肩膀上 這樣 他們是 完全被我放任 我去 專心的練習 出去比賽 這樣 有時候 我們 蛙艇的運動員 一出去 就可能要用完 90天 外出的訓練 比賽 那麽其實 都很多時間都不是在香港陪他們 那麽 那麽 所以很多謝他們的體諒 和支持我 那麽 那麽 亦都 幸好有 COVID 就是一半半 因為 因為COVID 我們才可以留在香港 我才可以陪得多 他們 時間多些 那麽 都是一個 因我得福 是 好啊 那我想問 卓文呢 你最想多謝誰 那麽 我當然最想多謝一定是家人的 因為 他 無限量支持我去投入全職這個運動 還有 尤其是我們 無論我們 就算在香港 我平時 每天都要訓練 星期一至六 其實我都很少回家 都是星期六日才可以回家陪他們 那麽 還有我比賽時間都 即出國時間都多 那麽很少陪他們 那麽 是好像剛剛 他講 就是 因爲 疫情這件事 那麽 前陣子是有風軟的 那麽 那麽 我就沒有留在體院 那麽 那麽 才有機會去跟他們 那麽 於是 那麽 那麽 比賽 比較一個長時間 可以大家 就是相處 所以 好多謝他們 還有 第二 很多謝我的教練 因為我的教練 其實她 她本身 anywhere 就是在台灣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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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很感謝她放棄這麼多東西去教我 婷婷呢?你最想多謝哪位? 我最想多謝我的體夢教練 也是剛好我教學校的老師 為什麼呢? 因為訓練那裡 我家人就不太方便照顧我的訓練 因為家人有工作 所以就不太方便照顧我去訓練 就很想多謝她 順便帶我去訓練 還有她對我 很有耐性 可能小時候有些東西是 不是很掌握到她 她也很有耐性地教我 其實做教練真的要很有耐性 但是幾位運動員給我最大的感覺 就是懂得感恩 特別是懂得感謝爸爸媽媽 家人和教練 其實四位運動員 今天在我們現場 以至是很多其他運動員 其實你們那種代仁捷物 欠虛心態 因為我今天開始認識你們 大家見面的時候 我發覺你們是年輕人裡面 非常之有禮貌 也懂得感恩 也懂得感謝父母 所以每一個人成功背後 其實不少都是家人的支持和鼓勵 我們今天在這個現場 和大家分享 看我們運動員的心情 心路歷程 這個時間也是足夠的 首先多謝四位我們的運動員 以至我們香港所有的運動員 多謝Amy 也都是多謝體育主權的 多謝我們在場各位的朋友 多謝 謝謝各位運動員 跟我們分享了他們 這麼多寶貴的經歷 接著我們有請主席 陳祖澤先生 為我們致送紀念品 給這麼多位精英運動員 我們先請主席頒發紀念品 給乒乓球運動員 王婷婷 兩位可以看鏡頭來一張合照 好,謝謝 跟著是致送紀念品 給乳乓球運動員 鄧俊文 好,謝謝 好,謝謝 跟著是致送紀念品 給跨欄運動員 陳俊鑻 跟著是致送紀念品給 前香港羽毛球代表成員 跟著是致送紀念品給 前香港羽毛球代表成員 陳廉詞 跟著是致送紀念品給 前香港羽毛球代表成員 陳廉詞 陳廉詞 今天的開幕禮和分享會 亦都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參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